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弄民国111年 2022年7月25号星期一 一周的一周的开始 星期一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来今天挑的挑的这本书 这本书我之所以会把它选进来呢 是因为是因为阿富汗 这个国家 即使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 从2021年 从2001年 在911之后呢 没多久 那美国呢 就带着他的兄弟姐姐妹们 就杀进阿富汗 2001年还没还没过完 911之后没多久进去 2001年还没过完 那当时的塔利班政权呢 就被推翻了 那美国可以说进去呢 去颠覆了阿富汗 把在克布尔的塔利班政权给推翻了 推翻了之后呢 你看起来觉得美国基于反恐为名 在阿富汗似乎 因为军事力量强大嘛 感觉上面呢 他就是压着塔利班打 那吹枯拉朽 很快的控制了阿富汗 好像故故事就是这样 应该就结束了 那就像是你说看到的美国的战争故事一样 前面三个月呢 推进了非常的凶凶猛 快速迅速控制权权权权劲 好像就结束了 可是事后发现好像就不就不是哈 中的一拖了拖了20年 拖了20年呢 反而呢让美国的困住了 他又伟大不掉了 不知道怎么样出来 那所有你看到的背后的材料 大概都该告诉你 就是说所有的美国的幕僚人员呢 都告诉历任的总统 要撤退可以啊 就认输嘛 就出来了 那就走的一定是灰灰头土脸的 每一个总统都会报告知 包括川普 他的他的国防部部长 在当时的国防部长 就很清楚的跟他说 那要撤退可以 那就认输就会走走的很难看 好那美国终究是很难看的出来了 现在已经是人间七月天 去年的8月15号 那个是美国的国耻日啊 8月15号 当拜登呢 在大卫营度假的时候 大家美国都还在告诉大家 就是说呢 大概阿范的政府军 撑个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半年 当天 当天塔利班就进城了 进城了之后 你没有看到政府军 政府军呢 没有一枪一炮 政府军就结结束了 总统就跑了 那这个总统呢 之后呢 就就跑到 跑到呢 跑到中东 跑到杜拜 然后呢 可能接下来就还是回回美国吧 你看到阿范的故事 就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开始 莫名其妙的结束 除了中间呢 美国猎杀了宾拉登 好 那猎杀了宾拉登之后 那为什么猎杀宾拉登之后 又在阿范又又多待了十年呢 为什么 这些呢 都是很难解的问题 好 那这本书叫做阿富汗文件 那从911反恐开战到全面撤军 阿范战争的真相揭秘 这个阿范文件呢 是美国的呢 Washington Post的知名作 知名记者的调查采访 那叙述呢 从小布希到欧巴马 到川普这三任总统 跟他的军事将领 那这20年来呢 如何年复一年的 对大众的隐瞒这场 美国史上的最长战争的真相 之后呢 也为了塔利班再度呢 占领阿范而埋下伏笔 这本书的出版社呢 黑体文化 那在我们 因为这个作者呢 克雷格好 我待会再请来宾介绍 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 也是这本阿范文件的 就是说呢 这个责任编辑 许明翰在我们的现场 来欢迎 孙悟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把背景呢 讲完了 粗略的讲完了 对 那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说 以你的年纪来讲 真的是从你从大学 打到现在 对 我2003年 还有参加那个 美国 就是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我们台湾在 大安森林公园 还有那个反战的 游行 你还参加反战游行 对 那时候因为 就是攻打伊拉克嘛 那实际上我那时候 并没有知会到说 阿富汗也打了三年了 因为2001年是 攻打阿富汗嘛 2003年是去伊拉克这样子 那这本书其实也有提到 这叫做有点像是 也不是说画错重点 它有点像是分心了 就是阿富汗还没有 伟大不掉 还没结束 他又另辟战场 然后搞的就是 阿富汗当地的士官兵弟兄 也不知如何是好 就是变成说 这并不是一个主战场 这样子 然后 那时候我对美国就是 去中东攻打的这个记忆 就是从伊拉克开始 但是当然就是 911事件那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也很好玩 就是说 也不是好玩 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 双子星倒塌嘛 然后 然后2000多个人死掉 然后你看现在这本书也统计 大概美国大兵在 在这个整个20年 也是死伤了大概两三千人 就是也算是 算是有抱回一个 一个恩仇 就血债 就是狙击到宾拉登 但是其余的 基本上也是陷入在那个泥脑里面 好 徐明翰 因人年纪 你们这年纪 对战争的看法是什么 态度是什么 战争 其实就是 我前一阵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所谓的工农兵 就是说工人阶级 农人阶级 然后到时候生存不下去 就变军人 所以其实在一个国家 自认存亡之丘的时候 兴起战争 其实都有蛮多 不同的理由的 对 那美国有他就是他的国土安全 那可能对于阿富汗本地的人来说 其实他们也会拿起干戈 就是反抗 因为其实在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时候 他们常常不知道敌人是谁 因为他们是要追弃盖达组织 可是这个盖达组织很会逃 其实宾拉登那一阵子没有被抓到 是因为他逃去了巴基斯坦 因为巴基斯坦跟阿富汗是 边界 是个三不管 所以他就可以逃到那个后方 然后那个美国也不好意思去巴基斯坦 所以宾拉登在那边也算狗言残喘了一阵子 那很好玩说在那个地方就是每个人灰扑扑的 然后相貌就是不清晰 所以到底是盖达还是塔利班 甚至在地的有很多的农人 他们自己都有枪的 然后因为其实在20世纪的时候俄罗斯也进来过 所以他们对于英国俄罗斯的这种所谓帝国势力 其实都很反感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他们在地的那个捍卫 农人捍卫自己的土地这些 他们也会拿枪 所以美国大兵其实是有时候 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到底是谁 这个其实也是这本书其中一个 就是搞不清楚敌人长什么样子 对 然后于是乎那个泥闹就可以想象 就是我今天最大目标是谁 那那群人是盖达吗 还是塔利班 还是一般的民兵 那就会变得很混温 然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 就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泥闹就是这样造成的 对 好 但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些战争距离我们都很远 老实讲台湾人对于阿富汗没有什么感觉的 对 其实非常 像印度我们也是很少人去印度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那只是一个中亚从瓦罕走廊出来了之后的一个地理名词 那如果你从 如果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他对阿富汗是有感觉的 所以他他他必须要稳住阿富汗 虽然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承认塔利班的政权 可是现在真正能够帮阿富汗的大概就是中国 那美国呢反正走了 现在杀手不管 连人家的外汇呢都没收了 那中国现在在帮他 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跟阿富汗也没有什么经贸往往来 他也他也没有没有什么好卖卖给我的 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台湾人会到阿富汗的去念书啊 去干嘛不会 所以你对阿富汗的就是个地理名词 好但是阿富汗这个这个这个国家 在历史上面来讲 他毕竟是个呃 他的地形很破碎很复杂 对 但是他又是个四战之地 就是要塞 对四战之之地 呃印度往北看 印印度也跟阿富汗打打仗打很久啊 之后英国进来了之后呢 英国呢想要往往北推进的时候呢 也碰到了阿富汗啊 那他如果不打通阿富汗 他是进不了些新疆 英国之所以染指新疆就从阿富汗过来 所以阿富汗最早碰到的西方的帝国主义强权的是英国 之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 1979年苏联进来了 对 好那在那边打了十年 苏联也灰头土脸的的走 然后之后就是美国 所以他几乎跟所有的这些呢 这些重要的西方的强权呢 都有打过 对 可是即使他 即使这些强权都没有办法去消化他 可是阿富汗也就一直在战争当中 好那我们回头来看美国 美国呢 美国最后非撤出来 每个总统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选体制嘛 他终究会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每次要到选举要选总统的 大家就说我要撤军 我再也不要让美国大兵呢 在外面呢 冒冒风险 那我们的政治任务已经结束了 我们应该要撤军 可是光阿富汗就20年 我这就是我刚刚都问的问题 你的宾拉登都已经杀了 你还待在那边干嘛呢 对 你都可以撤啊 但是你会发现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打仗容易啊 战争要结束呢 就很难了 美国到底在阿富汗做了什么 为什么20年测不出来 而且测出来的时候 竟然是这么的难看 那在我们现场的 那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呢 许明翰 他也是呢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这本书呢 阿富汗文件 这个呢 你可以说是美国呢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的这个知名记者 克雷格呢 他所做的这个调查采访 那背景呢 就是从布希时代开始 那到欧巴马 到川普 那这三任总统呢 的军事将领 这20年来 如何年复一年 对大众隐瞒这场 美国史上最长战争的真真相 我刚讲呢 在川普时代他的国务卿 Ellison 以及呢 他的国防部长 Matt Mattis 他们其实 我记得我看到那本 那个谁写的 有关于川普的 白宫内幕的书里面 里面写最多的 就是伊朗跟阿富汗 就他显然是拜登非常困 他显然是川普 非常困扰的事情 可是川普在他卸任前 仍然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是在拜登的任内的时候呢 稀里糊涂的就 就就处理掉了 那为什么阿富汗这么难处理 来进广告回头 做记住跟徐明翰聊 好 飞得不飞得早餐 我是腾亚龙 来这本书 阿富汗文件 从911反恐开战 到全面撤军 阿富汗战争的真相揭秘 作者是呢 克雷格 那出版社呢 是黑体文化 来在我们现场的是 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 徐明翰 好 明天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克雷格好了 他因为要写这种书 要花的功夫很多 对 他的资料非常相识 对 而且一定要 要有很多的机密资料 还要做很多的调查采访 克雷格是怎么做的 他自己是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然后长年都住在华盛顿 然后其实就是 像五角大厦这些新闻 都是他在跑 然后也跑了十多年 然后他也曾经 入围过两三次的 这个普利兹的奖 然后他其实就是 非常了解 就是军事线的议题 然后他在国际上 也是跑六十几个国家 去看那些战地的状况 但是就是 我觉得他自己本身 因为走国防 军事安全这一块路 所以他其实对于 美国的军民 军人的这个生存 其实是很care的 所以他会觉得说 这个人命这样子关天 然后被轻易的就是挪用 这个情况 他其实是有一点点 就是可以说心有不甘的状况 因为他其实很明显的 在书里面就会提到说 就美国那个政策会摇摆 就原本是追弃 只是追弃那个 那个那个盖达组织 可是后来又有一个扛起了一个 说要替阿富汗建立一个 维安部队 然后甚至还要重建国家计划 国家重建计划这样 但这个这个国家构建计划 这个说法是官方不愿意承认的 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 举着一个大旗 就是要去 那个generate这个国家 重整这个国家这样 所以但是其实实际上是有的 因为包括当时很多投资 什么都进去 那这个作者呢 就惠特洛克呢 他自己就是忽然发现 就是说其实他接触到了一些 士官兵弟兄的说法 跟政府每年 就每个季报在说 这个战事如何的推进啊 然后都是就是那个 胜利在望的这个说法 是个落差的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后来就是因为 这个战争时间拉得比较长 所以其实民间 包括学术界 或者是民间 会有一些采访的 的那种研究计划 然后其中有个计划 就叫做 记取教训 就是 lesson learned 就是说学到这个 lesson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记取教训呢 他就访问了大概 三百多个 那个高阶军官 然后呢 就是去用录音访谈的状态 但他那时候 其实是国防部委托的一个 类似一个 私底下的一个记录 所以他是没有对外公开的 就惠特洛克 知道有这个资料之后 他就非常希望知道 当地的军民的 想法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资讯公开法 就是资讯自由法 叫做 那个information information freedom act 这个 这个法令呢 其实当年在 越战的时候 就是五角大厦 披露出一批 越战那个士官兵 就死伤很严重 他们也是一样 用这个法 去逼触这个政府 公开那个 刚刚向文大哥 说的这个机密资料 所以他是不能公开 但是因为 美国人民就是有权 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甚至为了这个 跟华盛顿邮报 一起去打官司 然后利用这个 这个法案 来督促这个政府 公开这些资料 所以他就有大量 就大概2000多页的 这种口述访谈 所以我们发现这本书 每到关键的时刻 需要知道一些 他到底这个事情 怎么糟掉的 他都可以找到 这些相关的证据 然后这本书 我原本以为 就是读起来 就是因为他是从2001年 一直排 将近20张 大概17张左右 几乎每年就是一个 一张这样子 好像有点流水账 然后可能会不会是 什么战事推进啊 然后这今天打到这个村庄 然后明天又到哪里 有点像乌克兰那样子状态 但是不是 他其实是每一张 都是根据那一年 最主要的政策失误 然后去重新说明了 这一年是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作者 文笔真的非常好 我读的非常就是 很俐落很畅快 然后他每一年 感觉只是某一年 可是他每一年 都有一些重要决策的失准 或者是误判 然后导致这个战事又脱了 所以就是环环相扣 所以他的每一张的那个标题 就是有可能有文化面的 什么伊斯兰文化不懂 造成了那时候 就是两边沟通不失灵的状态 或者是一些 就是2003年去打伊拉克 那整个就是失焦了 就这些状况 他就每个都这样 就提纲切领的拉出来 所以他的文笔真的是很利落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当代人的 一种书写方式 就是他有一种全观的视野 因为毕竟20年嘛 然后他是 因为这本书是2021年出版的 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个战争是失利的 或者是一个大失败这样 所以他每次在写前面那几年的时候 他就会动不动就塞几句话说 他们不知道的是三年后 他们会重蹈覆辙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以为他们现在花的钱是最多的 实际上这个钱坑还没有补完 五年后他们会投入更大的钱 在这件同一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就会一直小小预告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其实写作起来是一个全知识 然后同时就是非常偏僻入理的 就批评美国政策上的这种失准这样子 所以他的文笔我是非常赞赏的 然后这本书其实也有 就入围了普利之奖的决赛的名单这样子 然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2021年的8月 就是撤军的 因为那时候预告是8月底要撤军 然后那个拜登政府是15号就撤了 那一本书也是大概是8月上旬的时候出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美国卖得很好 然后同时那个民众就会发现说 哇塞我自己缴的税 有一大半钱就投在战争里面 因为其实美国的那个军税的 军费的占的那个税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哇塞 怎么搞到这种泥闹 然后又相当不光彩 以此类推 所以就更加速了这个撤军的决定 所以就有点像是官方有这个方向 然后从这本书又有点像是 一个助燃剂这样子 中东的这场的战争 他不只是他的民意 他反恐 然后他如何如何 这场战争其实 他是美国在21世纪打的第一场的战争 那他有个意义就是说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美国在几场的重要战争里面呢 那个战争的背后他都有一个 即使不见得实力相当 但是也都有一个有一个对手 比如说韩战的时候 他会他会碰到中国 那越战的时候 他会碰到苏联 那早期的中国也帮了一些 总而言之他在打韩战跟越战 他不管打输打赢打的灰头土脸 他都还有一个有一个清楚的大国的对手 可是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啊 对阿富汗战争背后 那个时候苏联已经瓦解了 苏联也跟阿富汗的关系 他没有能力介入 中国更不会介入 中国中国中国基本上面就是 他这四十多年他不打仗的 他反正呢 他他都不让不让军队呢 在边境以外活动 所以即使阿富汗这个就在他家门口 中间有一条有一条瓦汗走廊 他是中国的邻国 美国美国在自己中国 在做中国的边境的邻国呢 打仗耀武扬威 可是中国并没有去帮阿富汗帮塔利班 美国是自己面对塔利班 对所以这成败自负对不对 对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都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 异常的强大 还有这么多现代的科技 他的他的美国的美国的大兵站出来 每个人的装备呢挂满身上之后 各个都是机甲战士 你会觉得美国大兵的 俨然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杀人机器一样 你就觉得那个电影里面 好莱坞你看多 你就觉得那个不可能被打败的 阿富汗战争对美国来讲 我觉得最大困难就一个 没有人在背后扯你后腿的战争 结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连连标准制服装备 都没有的塔利班 没有任何的防空火炮 没有任何的空优 你要怎么炸水你炸 你连你的炸弹之母呢都丢的丢下去 水你炸 就是你只要飞机 无人机飞上来 你都不用担心地面的防空炮火 面对到这样子一个对手 结果你20年打不赢 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有关于现代战争的当中 美国好厉害这件事情 我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就是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结果你还是打不赢 好那美国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作者 老赛要写这种东西真的不容易啊 因为第一个你要光是这些文件 对 我曾经想过就如果这些文件塞塞给我 想话多久 我会看完吗 不会 这还不是语文的问题 而是光那些的文件啊 你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设定 你要看懂都都不容易 因为那个人跟脉络是很复杂的 第二个你要你要真的有耐心去做整理 然后呢每一个章节主题 你都还得要抓到一个脉络 前后你还得要做很多的Foodnote 才能够前后的对比 他也用了那个小布希国防部长 伦斯菲的那个雪花的memo 所以他有点像是抓住那个官方 对外说辞 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大外宣的状态 就是跟美国摸摸头说 哎我们打得很好什么的 或者是但是实际上伦斯菲自己的这个note呢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然后我到底要该怎么跟记者讲 就是他会有一种内部纠结的一些那种 简要的摘要 所以就是这个作者他也会用这一类的摘要去 来回的比对 结果后来这个媒体就是接收到资讯 跟这个国防部长伦斯菲 他自己的这个天然交战 然后乃至于就是说当时在现场 就是说这个战区的状态 他可以三方的比对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大的落差 所以他其实也是会有点线索 才会回去找他要的资料这样子 对 好当当去年8月15号 塔利班进到喀布尔的时候 他如果不拿枪 你你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塔利班 对对对 就是那个面目模糊的状态 就一样啊 穿穿着打扮都一样啊 他他如果身上没有没有枪 没有没有配备一些 好像在在那个地方还算是厉害的武器 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的自动步步枪啊 一些的一些的枪榴弹啊等等 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塔利班 就他是一个面貌很模糊的一个对手 可是美国为什么会打不赢呢 对就是其实也涉及到说 他们那个内部沟通传递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像你一开始节目说到 就是说其实他们势如破竹的 就几乎攻城掠地 然后塔利班就落败而逃嘛 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而且他们掌握到核心线索 就是那个宾拉登躲在哪里 结果后来他们却因为就是 就是沟通上的失灵 然后想要想要就是 就是就是利用就是那个诱饵的方式 去调出更大的背后支持 盖达组织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就措施了就是 知道某一天下午 那个宾拉登人就在哪个地方 他们却没有去追击他 所以就又又落实了这些追弃的机会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说 就是这个他们的军力很强 可是他们其实在军令的传达上 或者是在政策的设定上 其实是常常是就是会停顿的 然后以至于就是没办法推进 对所以就一方面是敌人面貌模糊 二方面是政策摇板不定 然后然后明明是派军人去 那军人其实他不懂民主啊 就是说不是说不懂 就是说他没有职责要去帮你 扶植一个民主的政权 然后去建立什么投票机制 什么的这些东西 这是他们不会的 可是他们就等于说 拿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 然后要他们执行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作者 觉得非常就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就觉得说你其实当初就是 作战的指令 而不是政治性的指令 所以这个政治性的指令跟作战指令 常常会混淆在一起 所以导致这个东西就会变得 就是很很似不像这样子 对 当然美国啦 或者他的他的兄弟们 那因为澳洲啦英国啦德国啦 这些个国家 因为这是联合国 有联合国授权的这样的一个战争 其实他们在阿富汗战场 他们都犯了不少的战争罪 那这种的屠杀平民啦 这种其实罪行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的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从战场撤退了之后呢 许多的从战场回来的军人 适应不良 自杀率还蛮高的 第二个就是说 在从战场撤退了之后 其实撤的灰头土脸 就是连一个合格的撤退呢 都没有办法 在去年的8月之后 我们看到的 当运输机要起飞的时候 这么多人 人掉下来 就觉得多么的荒谬的事情 就是美国 那个你这么一个 没有对手的一个战争 结果你都会打成这个样子 那个场景 我其实印象也蛮深刻的 然后就马上就比对到2001年 就是双子星被炸了死 被火 人家跳下来的样子 从那边跳下来 对 就是对我来讲 这两个画面 在某意义上是很像 就是说他们 他们甚至会感冒自己 一定会死的 几率高的状态下 也要搭上那个飞机 或者是要跳出那个窗户 可以见得他们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 就是说那个世贸正在燃烧 然后很热 所以他宁可不要自己被烧死 他宁可摔死 还比较轻松 就是其实是一个悲剧的状态 那这种水深火热 其实在20年后的这个 就是说这些人 虽然可能跟塔利班穿着都一样 可是可能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他知道 他如果之后继续待在这里 一定会被塔利班追击 或者是认出他是美国的同路人 所以他就觉得那个 那个水深火热的程度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但那个撤军是非常不好看的 但是其某舱就变成说是 他们都同样深陷在那个 那个焦灼的状态里面 然后必须冒干冒生命的风险 去搭上那个飞机这样子 所以我看的也是蛮心不舍的 来这本这本书呢 阿富汗文件 这个大概是当去年8月15 美国已经从阿富汗的灰头土脸的撤了 但是阿富汗现在仍然的是在复杂 不久之前还发生大地震 大地震的大家呢 开始有一些的有一些捐款 可是阿富汗现在 他仍然是在一个一个 美国占领了20年 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他现在重建的过程当中 仍然非常的困难 但是这本阿富汗文件呢 可能注意让大家说明 这20年阿富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国到底在阿富汗做什么 我说他面对的对手是一个 没有任何防空火炮 没有任何的导弹 我的美国的飞机 无人机上来了之后 我离你很近 只要是在你的 在你的手枪机枪的射击范围之内 I'm safe 我基本上要怎么炸你 就怎么炸你 结果竟然都还会输掉 为什么就说呢 打不赢 这个呢 在军事上面来讲呢 需要去理解的问题 不过呢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继续访问在我们现场 这本书的出版社 黑体文化 在我们现场的是 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呢 许明翰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大家楼 来这本书呢 阿富汗文件 那我 我也 我也 我也不敢说 你们每个人都要看 每个人都要都要读 那很多来讲 我觉得说阿富汗是什么 我干嘛还要花这么多的精神 对了 但是我总觉得 踏山之石嘛 可以攻错 你了解一下呢 这些在地缘上面 离我们可能很远 很疏远的地方呢 所发生的这场的关键的战事 因为我们都 都是西方视角 美国视角 所以我们看到911 我们会觉得 这个呢 盖达组织呢 是坏蛋 那这些呢 这些穆斯林呢 是恐怖团体 就画上等号 那美国呢 说出兵拉犯是对的 去猎杀 兵拉登是好好的 那 当时的欧巴马呢 跟Hillary呢 在战情室里面 看到呢 兵拉登呢 被猎杀 那个画面 你可以想见 是很血腥的 不过大家都觉得 那个是正义的 正义的实践 那个是非常 美国的视角的 那我也不敢说 台湾人呢 有能力跳脱 美国的视角 台湾 台湾被美国的 一些形态绑架 是非常深刻的 好 不过我们来看呢 这场战争 旧战争 美国自己挑对手的 挑一个恐怖 恐怖主义的 一个温床 的阿富汗 当他的对手 那个对手 这么弱 虽然 虽然这么的分散 美国这么的强大 而且背后 没有任何人敢 去支援阿富汗 因为那是恐怖活动 可是美国打了这么久 尤其在你猎杀 兵拉登之后 那个是欧巴马的 第二任期 都还没开始呢 你猎杀 兵拉登成功 结果呢 仍然继续困了 十年 为什么 对 他就是 2011年的时候 就成功的 狙击到 兵拉登 然后全部都 看到了 然后欧巴马 在当时呢 其实也是 有宣告要撤军 但是因为 一年后 他的那个 就是 就是他要 再重新选总统 所以 所以其实 他是有 就是 有一个guarantee 就是说 他战争要 要是 就是告捷的 然后并且 保护当地的军民的 但是实际上 如果在那个瞬间 直接就撤军的话 他们其实是有 算出 就是说 马上 土崩瓦解 就是 这个是在 那个标题里面 就是 土崩瓦解 这张里面 提到就是说 其实 这个 作战的目标 完成了 可是 阿富汗当地的 这个整个 可以说基础设施 因为他们当时 已经投了 非常多钱 他们的那种 国防跟 带有一种 外交形态的 这种 的赞助 是非常高的 其实里面前面 有一张 也有提到说 他们花多少钱 去盖他们的水坝 或者是一些 土地设施 这样子 但是其实 那个钱都是 直接丢到 池塘里面 就没声音 因为其实 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 不能说福祉 就是说 他们的那个政权 他其实是 那个总统 是留美的 然后是 讲英文 就是很流利 所以他其实 他跟当地的沟通 跟美国沟通 是无缝的 但是某个程度上 他还是碍于 地方的这种 就是部落的政治 以及就是 贪腐的状态 所以那个政府 一直都不完 不健全 然后他的维安部队呢 其实就一直 培育不了 因为他里面 其中有一张 就是说 那个连伊斯兰都要 就是要 连笨蛋要读的 伊斯兰指南 指的是说 所有阿兵哥 去到阿富汗 都必须要读这些 就是 Dumis for 就是伊斯兰的指南 Fordumis这样子 那这些人呢 其实他们去到当地 去教人家怎么用枪 跟当地的那个 就是民兵啊 要培养的是说 那个 就是什么是警察局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叫警察局 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不清楚 所以他就没办法 去把他的这个 等于说他的这个 军事为安的任务 就是顺利的转移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当地贪腐状况很深 那里面其实最有名的 两个状况 就是那个毒品的状况 就是他因素化 就是因为阿富汗 生产因素化嘛 其实整个亚洲的消费市场 都阿富汗这边 还有越南 其实也是很多的 然后但是 美国的话 他其实主要是来自于 那个墨西哥 就毒品的市场 然后其实很好玩的是 美国那时候也要扫荡 就完全扫荡失利 他们开了挖土 继续产那些田的时候 当地农民就把枪拿起来 就是要跟你干了 因为其实当地就突然 非常的贫瘠嘛 唯一能种出来 只要少少水分的 就是因素化 所以他们就是会非常 维护自己的农田 所以我突然 我那时候讲说 所谓工农兵 就是那个农人 他突然会变成冰的 因为他的生存之际 被危害了 然后所以其实 美国的那个扫荡 毒品的功夫 也完全就是失败 然后而且他们 拿到了这些毒品的钱 很快就流入了当地政府 然后就变贪腐 所以那个政府的贪腐化 程度是远超过他们想象 那个总统应该也很贪腐吧 那炮的时候 不是带了很多钱吗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就变成说 他完全没办法转移 他的这些任务 然后整个走掉 他就整个会垮掉 然后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画面 就是我这个书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很会有画面 就是有些人就民兵嘛 还有一些就是要去铲除 这些田的这些被受雇的人 结果当地农民 就英树花田的农民 他们很有钱 他说美军给你多少钱 然后我给你四倍 结果这些人就完全丝毫没有任何道德或责任感 他说好 那我帮你种田 就他们马上转移的 所以他们就不会觉得说有一个 duty或者是一个民主价值在身上 他就是看钱说话的 所以就整个就是他的 叫使唤不来 然后就一面倒的往这边去这样子 反而打塔利班政权当时 其实有说不准中的时候 反而比较收束人心之效 因为他们是有点武力威胁 对 所以就是那个当地贪腐的状况 以至于美国所落入的这些基础设施的 违运条件都没有办法 就是马上接班 然后宾纳登的确是狙击成功了 应该要撤了 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总统 喜欢就是看到就是自己离开的时候 就这个政权突然马上就是灰飞湮灭这样子 所以他们一直在找那个危险的平衡这样子 就到最后其实看起来还是没有走得很漂亮 对 所以这个后面这十年就是变成是一个 就像你说伟大不掉的状态 因为他投资投入太多资源在里面 然后我没办法培养一个可信赖的政府 然后以至于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核心原因就是 他们后来慢慢把敌人转移到塔利班 那因为塔利班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恐怖组织 可是他们有点像是不认 他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地方团体 对 所以说他如果把塔利班当成敌人的话 就是化有为敌的状态下 其实会惹怒更多当地的人 所以塔利班其实理论上应该可以是一个 在地斡旋的一个的对象 可是他们就认定他们是也是恐怖组织 所以就以至于这个政府就完全不可能有一个更长久的状态 但是我其实我个人是没办法评估说塔利班到底在当地 是多么被民众所说的说的说支持 支持对对对 那因为本社最近签了一本宾拉登文件 就是用宾拉登的角度来看 就他因为就是说美军他收就是不是拘杀他了吗 然后就从他的那个住所收到很多文件 然后后来就专门在研究宾拉登从早期到后来变成这个盖达组织的头头的这个心路历程 那当然也包括他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或是说仇恨 那这个过程就可以从他这些文件了解他是怎么样运筹帷幄处心积虑的 所以某双也可以揭露出我们看待就是这个所谓中东关系 就是美国与中东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 所以就是说在地的视角其实是欠缺的 然后这一本书比较像是在中间 就是那个军人在现场遇到的问题 然后去反衬出美国的那个那个宣传其实是一个假造的状态 是一个接近谎言的东西这样子 好我们刚刚谈到的比如说Runsfield Runsfield反正现在他在他一些文件曝光了之后呢 他被在美国媒体当中的形象不太好 就是个战争贩子 那好这些呢姑且不谈就是有关于阿富汗的问题 其实他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美国在美国总是在很快速的军事胜利之后 可是呢开始追求政治胜利就会遭遇到失败 他他他他在过去不管是在越南也好 或者是在在阿富汗也好 乃至于未来伊拉克我相信也也一样 他很快的就就是把对对方的主力部队呢都歼灭了 他进到进到伊拉克也几乎没有什么主力啊 可是呢一样是呢十多年这样子下来 眼看着又要二二十年的时间了 你说他现在已经撤离了伊拉克没有 其实他仍然是有一些的部队在那地方 那对美国来讲 为什么军事胜利不能够换到呢 换到他的一个政治胜利 他想改变那个地方 让那地方出现出一个符合他自己现代性政治呢 有有现代性的这样子一个政权他就是办不到 他在告诉你军事的问题其实还简单简单多了 对对对对军事的问题真的简单多了 军事之后如果你还想要去改变那个地方 你担心走开了之后他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听起来也不合理 如果我走开了恐怖团体又回来了 那那塔利班又回来 他一定会面对一个问题说 那那你来干嘛呢 你来了半天了之后花了这么多钱 这么多时间死了这么多人 结果也还是一样啊 就他就得要留在那个地方 但是留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坑 一个大泥闹 好这个阿范文件 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 美国在二战之后 他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 所遭遇到的困境 用棒子比较容易 可是棒子打完了之后呢 对方是不是跟着呢 就就就变得另外一个想要美国 没有成功过 博博好像不够好吃 对对对 这是一个根根本 就是美国总是想要把其他的国家变成小美国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是带着价值观去跟其他国家交往 或者是战争的 这使得他现在 他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小美国的情况下面 他开始面对到全世界许多的第三世界国 有国家对他的精神上的叛变 这是在当下我认为美国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打从心里厌美 讨厌美国这件事情越来越公开了 好这个阿范文件里面呢 可能可以让你呢 理解就是说这种的 这种的厌美的情绪 为什么会发作 这里面与其说在谈阿富汗 不如说在谈美国 真正的问题还不在阿富汗 真正的问题在美国自己的身上 好这个阿富汗文件 从911反恐战争 反恐开战到全面撤军 阿富汗战争的真相揭秘 那作者呢 是这个的Washington Post的 华盛顿邮报的知名的记者 那克雷格 好那书呢 大家可以呢自己找来看 书呢是黑体文化出版 那今天感谢在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黑体文化的副总编辑 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许明翰 你要感谢 谢谢先生大哥 好那书大家就自己找 我觉得读完之后 应该都还是会很有收获吧 来进广告回到新闻